疫情为一些领域带来冲击 但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业依然持续发展招聘新的员工 本地制造业将提供超过6300个工作实习及培训机会 当中的约八成是针对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贸工部长陈振生 人力部长杨立明和通讯及新闻部长一华人 今早走访一家医疗技术公司 了解生物医药业所面对的挑战 人力部的第三份就业情况报告显示 约1000家制造业公司 响应新鲜相连就业与技能计划 提供3200个工作机会 职位包括工程师 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 另外 生物医药业也继续招聘 至今有50家公司提供超过400个工作实习及培训机会 目前还有四分之三空缺还没填补 这些都是技术要求较高的职位 如生物科技人员 自动化工程师和质量检查员等 政府也推出全新专属生物医药业的专业人士转业计划 接下来一年将协助300名求职者投入这个行业 他们可能也会担心会不会申请了这份工作 或者是提交他们的履历 还是不能够符合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先和一些职业辅导员 先进行交流 他们过去的履历当中 有哪一些是比较适合新的工作岗位的这些经验 可以在整个应征还有申请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更加能够好的去体现 从1月至今 已有36000名求职者通过劳动力发展局 和职总就业与技能培训中心得到职业辅导 截至6月 有19000人找到新工作